不同版本中的帝刺王有什么区别? 帝刺王又称钢帝刺 由太合金打造而成 是帝刺的加强形态 有着三个锋利的尖刺 血量值450点 种植在地上 不会被僵尸啃食 对踩到自己的僵尸 每次攻击托刺两下 对其造成伤害 就连强大的巨人僵尸 也需要怒砸九下 才能够将帝刺王摧毁 帝刺王每被砸满三下 就会消失一个尖刺 每种植一个帝刺王 需要花费125点阳光 冷却时间为50秒 相比将帝刺升级成为帝刺王 花费225点阳光 更加划算 帝刺王可以种植在 草坪、荷叶、花盆上 对车系僵尸有致命的杀伤效果 比如冰车僵尸、篮球僵尸 一碰到帝刺王就会炸胎而亡 拍板帝刺王 有着一身泥彩皮肤 每次种植需要消耗175点阳光 相比原版帝刺王 拍板的帝刺王 只能扛住巨人僵尸的7下攻击 就会被砸扁 江南版 江南版帝刺王 外观上与原版帝刺王 没有太大区别 每次种植需要消耗250点阳光 同样能承受巨人僵尸的9下攻击 只是这个版本中的帝刺 不能升级成为帝刺王 涂鸦版 涂鸦版的帝刺王 长得和帝刺很像 第一次玩不看简介 还真认不出来 哪个是帝刺王 简简单单的一个面瘫脸 看上去满头白发 和原版一样 每次种植 只需要消耗125点阳光就行了 同样能扛住巨人僵尸的9下攻击 魔幻版 魔幻版的帝刺王 看上去怪怪的 头顶上漂浮着三个僵王的火球 同样能对路过的兵系僵尸 造成致命打击 初音版 初音版的帝刺王 除了画了一张卡通帘以外 其他方面与原版都是一样的 时光版 时光版的帝刺王 变成了火焰射手藤 每次种植需要消耗 325点阳光 火焰射手藤的作用 与帝刺王是一样的 对车系僵尸 有致命的杀伤效果 不会主动攻击僵尸 只会对路过的僵尸 造成穿刺伤害 西塔版 西塔版的帝刺王 除了三个尖刺的颜色不一样 其他方面并无区别 Omega版 Omega版的帝刺王 是所有版本中唯一的金帝刺王